欢迎同学们继续回来 那我们这节课开始发生器的第二节讲解 先来回顾一下 上节课我们讲解了一个简单的数字发生器 那么这节课我们继续讲解简单发生器 首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案例 那这两个都是简单发生器的动画案例 好,那么我们先来回到Motion 5 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个案例 先建立一层 我们选择资源库中的同心圆 我们来找到同心圆形 把它拖拽到群组织中 修改一下它的播放时长 按O键就可以修改 好,时长修改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选择检查器 下边有发生器 在这些选项之中 我们就可以对同心圆的各个参数 进行更改和编辑了 同时可以建立参数的相应关键帧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要修改同心圆的播放尺寸的 这里可以像建立12801080 96072014401080 这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一般还是不用更改它 因为我们的项目已经建立好了一个1920x1080的项目 好,我们再来看下边 再往下走 在这个地方有圆形和多边形可以进行更改 看到它的形状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返回圆形 好,在这一块可以修改它的颜色 那么我们现在来尝试更改一个蓝颜色 颜色二更改为一个红颜色 来试一下 好,紫红色 蓝紫是巴萨的颜色 能够看出来吧 有点像巴萨 宽度也是可以修改的 同时能够在宽度上对它进行关键针的设定 然后是对比度 还有相位 就是能让它有一个 能够让它有一个类似生长一样的效果 就是相位 好 那下边我就要为它打上关键针了 我们先来看相位 我们先打第一个关键针 在时间轴向后走 打第二个关键针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继续添加宽度关键针 然后时间轴向后走 继续添加第二个关键针 我们让它宽度变窄 好 我们来播放试一下 我们再来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整个项目市场来看 此时 这个同性源就有了一个生长和宽度变化的关键针变化 对吧 这个就是通过编辑 发生器中的宽度和相位 两个参数的关键针来实现的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边讲 我们再来为这个同性源添加一个图层蒙板 也就是图像遮罩 好 有了遮罩 我们再新建立群组 来到 壁子 发射器 不对 来到复制器 复制器下边选择一个转场类型 添加到群组3之中 好 然后来到检查器 选择同性源的遮罩 把群组3拖拽到遮罩源 混合模式修改一下 修改为减 然后再修改群组3的播放时长 还需要对群组3的大小进行编辑 检查器属性 下面有缩放 我们把它放的大一些 修改一下位置 好 再来播放看一下 有点出错了 我们不应该修改它的位置 应该只是变动它的大小就可以了 我们把群组3向上拖拽一点 让它遮盖住整个群组2 好 此时再来看一下 屏幕上就有了对群组2的一个遮罩 好 我现在不想让这个遮罩 遮罩在群组2的最开始 那么就需要对群组3的播放时长来进行调节 我们把群组3向后挪 整个项目拉长 好 继续做微调 把群组3的时长修改一下 好 能够看到 我们来全屏看一下 在发生器发生 相应变化的同时 还有了一个遮罩转场的效果 好 这是 这就是我们制作的第一个同心源发生器的案例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边做 好 下边我们把项目的时长修改一下来到项目的后边往后继续走 这个地方继续添加新的群组 来到资源库 资源库下边发生器 我们再选择一个发生器 看这个地方就是时间嘛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时间的相应发生器 还有日期 还有其他的效果 你都可以进行逐个的尝试 我们再继续选择双色射线 我们把双色射线拖拽到群组4之中 好 看到了屏幕上已经添加了这个发生器修改发生器的播放时长 好 此时再回到检查器 在发生器中相应的同样修改一下颜色 选择蓝色 另外一个选择一个黄颜色吧 黄蓝 好 那这里边它的宽度可以编辑 就是修改它的大小 好 然后等份我们可以让它很多 也可以让它变得比较少 然后是对比度 然后下边是波纹度 我们来看波纹度就是修改它的直线的曲线程度 那如果是零 那么它就是一条直线 好 下边是频率 频率的修改需要在播放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 在下边内部截止点和外部截止点 我们来看一下 内部截止点好像是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建立类似遮罩的 对吧 我们再来看外部截止点 好 那么现在我修改的这两个参数 已经让这个发生器变成了一个圆环的形状 好 我们再来看此时我们还能对它做怎样的修改呢 好 内部截止点和外部截止点打上关键针 好 我要对它建立旋转关键针 首先在第一针旋转 然后继续向后拖拽时长 添加第二个关键针 让它旋转 好 内部截止点和外部截止点同样可以打上关键针 我们再返回它的上一个关键针位置来修改一下内部截止点 好 我们来尝试播放看一下 啊 它运动的旋转数字好像比较小 我们再来修改让它变得剧烈一些 好 我们直接在屏幕上拖拽它 好 此时应该特别剧烈了 修改整个项目播放时长 我们再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此时这个 这个双色射线已经有了一个旋转和从内部扩散开来的啊 动画效果 对吧 这些也都是通过发声器之中建立相应的参数关键针动画来实现的动画效果 好 下边我们把两个关键针删除掉 我们再来对这个双色射线进行编辑 返回发射器 我们再来看它的内部截止点和外部截止点 我们把外部截止点放的大一些 然后内部截止点进行修改 下边我们要做一个通过内部截止点建立类似遮罩动画的效果 好 来到时间轴的初始位置 好 继续修改它的发声器 下边内部截止点 外部截止点 好 我们让刚开始是没有发声器的效果 在这个地方打上关键针 好 时间轴向后拖拽 我们把时间轴放大一些 好 向后 向后走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添加上第二个关键针 对内部截止点进行编辑 好 拖拽到这个形状 我们继续向后走两针 让它有一个继续放大的过程 然后继续向后走三针 让内部截止点变为零 我们来到关键针编辑器 对刚刚建立的四个关键针进行 被塞尔曲线的调节 那我们还是要对关键针选择插值 被塞尔曲线进行编辑 调整被塞尔曲线 好 我们此时调整整个项目的播放时长 好 调整好时长 我们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这个动画播放的有点太快了 我们再对关键针进行时间轴上的编辑 我们让时间持续的稍微长一些 再修改项目时长 好 看到现在这个双色射线 就类似一个遮罩一样的动画效果 它能够把我们的底色是青颜色给遮罩住 好 那么这节课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 发声器的第二个知识点 对发声器中的相应参数进行关键针的调节 来建立发声器动画 同时也可以建立更多的遮罩效果 或者是其他的动画效果 好 那么下节课我们再来继续为大家讲解 发声器动画中的粒子发声器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见 对我来展开 鞋子发声器动画中的粒子发声器动画中的粒子发声器动画面